秘密的进化或神秘的消失 我这期整理了一份动物名单 这些动物被关在远离人们视线的地方 无论是故意关在笼子里还是意外捕获 这些动物将证明为什么 它们被关在笼子里多年的原因 新来的朋友们 还请先点个赞并订阅探索号 这样既能回看往期内容 也不会错过下期精彩视频了 那么我们正式切入正题 无毛的熊 这只熊名叫托莱多 最大是特点是无毛 它的一生经历了很多 但幸好结局还算不错 在一个独特的条件下幸存下来 它是在一次有野生动物工作者的 营救行动中被发现的 它人生的开始很艰难 所有的压力和虐待让它的毛都掉光了 它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它 幸运的是它被从马戏团救了出来 搬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 或许新的地方它才会被称作家吧 但由于它的过去 托莱多需要兽医的特殊照顾 以帮助它能够恢复身体和心理等健康 尽管它的兽医认为 托莱多可能永远不会完全恢复 不过托莱多现在的生活好多了 在它新的关怀的希望中 它顽皮的个性闪耀着光芒 表明善良可以带来很大的不同 即使是像托莱多这样可怜的熊 命运多舛的飞飞 一只名叫飞飞的叙利亚棕熊 它经历了很多 这一切都始于它是一只动物表演者 被带到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路边动物园 十多年来 飞飞不得不招待游客 这对熊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 随着动物园的关闭 情况每况愈下 飞飞在一个小笼子里待了二十多年 眼睛凹陷 皮毛厚厚的 看起来状况不太好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被动物保护组织的救援人员发现了 他们把飞飞带到一个巨大的避难所 那里有新鲜的草地和游泳点 还有舒适的地下密度 就像从一个小公寓 搬到一个超级酷的光秃的豪宅 在短短五个月的时间里 飞飞在她的新住处闲逛 从感觉障碍到超级健康 就好像她终于拿到了 通往美好生活的VIP票 她被人类折磨了这么多年 希望飞飞接下来的生活 一切美好 马达加斯加蛇鹰 这是一种迷人的鸟类 它是马达加斯加 唯一一种很罕见的鸟类 生活在茂密的森林里 人们认为该物种已经灭绝 最后一次被确认的目击事件 是在1930年 然而1977年和1988年的目击事件 给重新发现该物种带来了希望 1993年被百夫勤基金会重新发现 可惜的是 由于栖息地的丧失 它们的家园正处于危险之中 我们不确定 马达加斯加蛇鹰还剩下多少只 但肯定已经不多了 这只神秘的鸟需要我们的帮助 以确保它在马达加斯加美丽的风景中 不断翱翔 这只鹰翼斩跃一米相当壮观 它喜欢在茂密潮湿的森林里游荡 在那里 它从高处捕捉狐猴 蛇 蜥蜴和青蛙 用它敏锐的天赋抓住猎物 查科西团 我们来看看这种被遗忘遗久的 而且造型极具时髦的猪 早在20世纪30年代 科学家们只从一些古老的化石中了解到它 人们认为它早已经灭绝了 但你猜怎么着 在阿根廷的大查科地区 它展示了一种生活在炎热干燥地区的生活方式 查科西团只生活在炎热干燥的地区 以低洼多肉植物和带刺灌木丛为主 咀嚼不同种类的仙人掌为食 其实当地人知道这些很酷的猪 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 这种猪才被世界各地所知 不过可惜的是 据维基百科显示 世界上仅存约3000只查科西团了 罕见的聚水鸡 它们也被称为南岛高倍仓落 是一种主要分布在新西兰的大型社群 这种鸟在新西兰通常被称为塔卡埃 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鸟类 因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生态地位而备受重视 聚水鸡体型魁梧 体重可达2.5至4.5千克 它们拥有亮蓝色的羽毛和绿色的背部 头部和胸部的羽毛特别限量 其红色的绘合腿增添了其鲜明的外观 聚水鸡曾一度被认为是灭绝 但在1948年被重新发现后 通过严格的保护和恢复项目 其数量有所回升 尽管数量较少 但通过科学管理和保护区的建立 其生存状况有所改善 然而 它们依然被列为宾威物种 尼尔森小尔取经 它也称为尼尔森小尔侠取经 是一种小型哺乳动物 这种生物是特有于墨西哥的一种土著物种 主要分布在该国的一些特定高海拔地区 尼尔森小尔取经 非常小 体长仅为几厘米 体重轻至近几颗 它们有着淡褐色或灰褐色的毛皮 非常小的眼睛和耳朵 这些特征使它们适应了地下生活的需要 目前被列入了极度宾威物种名单 我们对它们的生活故事知之甚少 这是它们成为世界上一百个最受威胁的物种之一 人们正在努力拯救和研究它们 不屈服命运的星星 55岁的星星有一个独特的故事 它出生时期待绕在脖子上 面临的挑战导致了类似脑瘫的疾病 由于特殊的需要限制了它的行动 它不能在野外茁壮成长 然而这只适应力强的星星 并没有因此而止步 定期的物理治疗成为一种常规 尽管肌肉僵硬 脚蜷缩 但它在生病期间得到了照顾和治疗 现在它是美国最年长的磁性星星 它的故事告诉我们 决心如何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不过我认为更重要的是 这也得遇到足够的机遇和贵人 从未听说的胃鱼蛙 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青蛙 来自澳大利亚昆士兰的特殊青蛙 为什么独特呢 因为它们拥有一种超能力 也就是磁蛙通过口腔和胃来孵化其后代 这一现象在自然界中极为罕见 磁蛙会将受精卵吞入胃中 在胃里进行孵化 在孵化过程中 磁蛙不进食 以避免消化自己的后代 有蛙在胃中发育 直到它们发育成形 随后从母体的口中出生 人们以为这些青蛙永远消失了 但你猜怎么着 新南威尔士州聪明的科学家 用DNA做了一些很酷的克隆 把它们从灭绝中拯救了出来 这就像一个真实的超级英雄故事 但这些青蛙都是为了和平 蛇颈龟 真是独特的名字 令人困惑的外观和奇怪的特征 使它们脱颖而出 那就是我们准备介绍的蛇颈龟 这种长儿像蛇一样的脖子 有很多用途 尤其是在危险出现的时候 蛇颈龟可以把脖子 靠在身体上隐藏起来 而且还不仅于此 当它寻找食物时 它的脖子和头向前伸展 就像一条寻找食物的蛇 而且蛇颈龟还拥有一个 宽而平的椭圆形外壳 通常能长到25至30厘米 当猎物如小鱼或昆虫靠近时 蛇颈龟会突然伸出其长颈部 速度极快 给猎物一个惊喜攻击 捕获猎物后 蛇颈龟会迅速闭嘴 使用其锋利的会切割和碾碎食物 然后吞咽 猪如眼镜猴 我们来认识一下猪如眼镜猴 这是一种在印度尼西亚晚上出来的小猴子 这些家伙对他们的家有点挑剔 喜欢没有太多不同植物的地方 猪如眼镜猴是世界上最小 而且最珍惜的灵长类动物 体型只有老鼠般大小 让我们来谈谈他们的生活方式 猪如眼镜猴绝对是恋爱冠军 他们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和一个伴侣在一起 你猜怎么着他们彼此聊天的声音非常高 而且我们人类都能听见 虽然听不懂他俩在说什么 人们认为这些微小的生物永远消失了 但在2000年 一些科学家在捕捉老鼠时 偶然发现了一只 从那以后他们又发现了一些 但这些小眼镜猴仍然非常罕见 所以当印度尼西亚夜幕降临时 野餐诸如眼镜猴为猴子的世界 增添了一丝神秘 可爱的南尼 这是一种小型的哺乳动物 也称为质鲁附属或质力附属 这种生物非常特别 因为它是现存单孔木动物中唯一的物种 代表了一条独特的进化线路 南尼体长约10厘米 尾巴长度相似 体重大约15至30克 它们有着柔软的灰褐色或深褐色的毛皮 背部毛发中带有黑色斑 它们的眼睛和耳朵较大 适应夜间活动 尾巴是部分缠绕的 可以帮助它们在树枝间稳定身体 南尼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列为禁威物种 主要威胁包括栖息地丧失和森林破坏 尤其是由于农业扩张 林业活动和城市化的影响 由于这种动物的生活习性和栖息地选择非常特殊 栖息地的质量对其存活至关重要 独特的鳄鱼虫 在巴西的丛林里 生物学家发现了一些非常奇怪的东西 一种看起来像鳄鱼和昆虫的混合体的生物 有一个大栅猛的身体和翅膀 再加上一个看起来像鳄鱼的鼻子 以此特征 它被命名为鳄鱼虫 也被称作灯笼虫 是一种属于铜赤木灯林科的昆虫 这种昆虫因其独特的头部形状而闻名 头部带有一个大而突出的结构 看起来类似鳄鱼的头 或者某些木雕艺术品 百慕大海燕 它也被称为百慕大户 是一种小型海燕 仅在百慕大群岛的特定岛屿上繁殖 这种鸟类曾一度被认为已经灭绝 但在20世纪中叶被重新发现 成为保护生物学的一个奇迹 百慕大海燕体长约33至39厘米 一盏可达89厘米 它们有灰色的上体和较浅的下体 腹部较白 头部有显著的暗色斑纹 百慕大海燕的故事 是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一个标志性成就 展示了即便是数量 极其有限的物种也有恢复的可能 只要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 黑色的豹子 你知道黑豹和美洲豹 有着相似的深色皮毛吗 但黑豹通常更罕见 人们有时会用黑豹这个词来形容两者 以突出它们的独特性 我们进入黑豹的世界 这是一种光滑而神秘的生物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物种 而是豹和美洲豹家族中的一种冷色变种 那么这些大型猫科动物为什么是黑色的呢 这一切都归结于基因 黑豹的颜色来自于受精过程中 一种罕见的基因突变 两个隐性等位基因结合在一起 形成了它们光滑的深色外观 纽荷兰鼠 看到这只小老鼠了吗 小到可以直接坐在我们的手指上 因为它的身体长度大约为65至90毫米 早在1843年 乔治·沃特豪斯就谈到过 但直到1967年 科学家们在盖蔡斯国家公园 发现了这种小动物 至此以后 这个小家伙被称为纽荷兰鼠 有着灰褐色的皮毛和灰褐色的尾巴 目前大约有8000只 但它们正面临着艰难的时刻 人们的任务是拯救它们免于灭绝 这是非常重要的 罕见的木龟 生活在缅甸西部伊拉克山的木龟 是一种珍惜宾为物种 木龟被认为永远消失了 但在若开邦约马大象区被重新发现 奇怪的是 尽管它可以生活在水中 但它更喜欢陆地 尽管科学家们正在努力保护这一物种 但它们仍然面临着一些挑战 比如偷猎者的非法行为 毕竟物以稀为贵 想想就知道 卖给商家的价格不便宜的 那么这期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你对这期的哪个发现感到最震惊呢 或者你还知道其他的发现吗 请在下方和我们一同分享 同时请看看现在屏幕上 出现的其他很酷的精彩视频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